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孟老师 大家都知道血管是血液流向全身的通道 如果这条通道出现了情况 身体各处就会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失去活力 长期缺血缺氧的话,还会发生软化、坏死 并引发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 像是心脑血管不通等等 清除血管垃圾,两件事情要多做 让血管更通畅,身体更健康 一,在平时常用伸扎杆泡水喝 能够有效地帮忙扩张血管,增加冠状血流量 提高血液循环速率 快速地排出血液中堆积的毒素和垃圾 降低胆固醇,血脂的含量 能够很好的帮忙防止动脉硬化 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呵护血管就非常好的作用 二,多做运动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往往太懒,经常不锻炼 可以说吃饱的作者 想要防止人体血管内堆积大量的卡路里和脂肪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消除方式 增加锻炼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同时还可以消耗一定的脂肪 也可以要身体的血液循环 使血管不容易出现拥堵 不断推荐,其所居住的环境也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而空气的污染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等问题 急易让人们患上癌症 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防癌抗癌的方法 一,疏肝胆 具有疏肝力胆 理气导致,调和充韧的功效 方法 左手四指并拢 按于左腹骨勾处 右手顺视针方向 揉腹部20-30次 二,膜头 具有畅通韧脉 调和阴阳 驱风止痛 见脑护发的功效 两手五指曲曲 从前额沿头顶 至枕部推40-50次 如疏发样 两手指曲曲 用指端均匀的 轻轻扣肌头顶部 将两手食指交叉 抱枕骨部 两掌心相对用力 做一紧一松的运动 10-20次 三,拍胸 具有畅通气机 安神定睛 宣费力气 止咳化痰的功效 具体方法是 一手呈须掌 五指张开 用掌拍击胸部 左右手交替操作 各拍十次 四,揉腕腹 具体方法 先以右手除拇指外的四指病楼 按揉中腕部 做圆周方向旋转运动 20-30次 再以左手按揉20-30次 癌症固然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只要人们能够采取一定的方法预防的话 是可以避免癌症的出现的 腰痛 而且很多时候是突发的 有一个方法 不用去医院 也能够使腰部疼痛得到缓解 就是点穴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两个 可以缓解急性腰痛的穴位 腰痛穴 腰痛穴是一个清外祈穴 在我们这个手背侧 当第二三掌骨 及第四五掌骨之间 当腕横纹与掌齿关节终点处 一侧有两个穴位 只要用拇指和食指 同时点揉5-10分钟 腰痛即可缓解 狭心穴 狭心穴位于人体的足背外侧 当第四五指间 指铺圆后方赤白肉祭处 狭心穴是足少阳胆经上的一个穴位 那我们用拇指和食指点揉10分钟即可 急性腰痛的症状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那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两个穴位 虽然可以缓解急性腰痛症状 但是症状缓解以后 还应及时就医 以明确诊断 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血糖高得吃降糖药 胃痛吃胃药 心脏出了问题得吃救心丸 其实我们正常用药的同时 常按按身上的穴位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 降压大吨穴 如果患了高血压病 可以按按大吨穴 大吨穴位于我们足大指墨结外侧 距指甲角约2毫米处 那大吨穴是干筋的井穴 那这个穴位为干筋上的第一个穴位 那穴要高时可以按摩大吨穴来降压 正座垂足曲曲左膝 把左脚抬起放在座椅上 用左手轻轻握住左脚的脚趾 四指在下 大拇指在上 然后大拇指弯曲 用指甲尖垂直掐按穴位 有刺痛的感觉 先左后右 两侧穴位每天各掐按三到五分钟即可 二 降糖 降糖染骨穴 染骨穴是我国古代记载最早的治疗糖尿病的穴位 属足少阴肾经的穴穴 是肾经气血流经的部位 它在我们足内侧 先找到足内怀尖 在其前下方可以摸到一块隆起的骨头 在骨头下方就是染骨穴了 那每天晚上洗完脚可以用拇指 用力的点揉这里 直到有明显的酸胀感为止 坚持每天安柔染骨穴 可以起到很好的降糖效果 三 降脂天书穴 天书穴属于足阳明卫经 是首阳明大肠及墓穴 位于我们这个肚脐旁两寸 即三指宽的位置 两脚分开站立与肩同宽 以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天书穴 在刺激穴位的同时 向前挺出腹部并缓慢吸气 然后上身缓慢 向前请呼气 反复做五次 那长按天书呢 能够帮助我们轻松 燃烧多余脂肪 降低血脂 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排除素变 给你一身轻松 换回你的青春 也苗条 下面教大家 早晨两个小动作 帮助你排清素变 一 碾压虎口 中医提醒虎口 指手背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部位 其正中间有合骨穴 如测时 可以将两侧虎口交叉 用大拇指在上面的手稍用力 从手腕部向虎口 沿食指边缘碾压 每侧30次 并左右反复交替 因为碾压的是 手扬宁大肠腥的路线 因此坚持这个习惯 有助于排便通畅 二 干洗脸和掐揉头部 将双肘支在大腿上 五指分开 以指腹接触面部 先靠头部的上下运动 推压脸部皮肤30次 然后固定头部 用指腹由内向外 舒展额部 眼 带和鼻翼两侧皮肤 具有加快清醒提神的养生作用 接着将双臂抬起 五指弯曲成樱爪状 扣在头部 顺序从前到后 从内到外 做掐压动作有助于进一步 醒脑提神 同时要想能更好的清肠 最好是调整饮食习惯 不要吃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食物 养成固定时间排便多喝水 保证肠道通畅 避免食物堆积 多吃有利于消化的食物 做这做那 却很少对手指进行按摩 其实手指上还是有很多穴位的 这些穴位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减肥 那不同的手指穴位 对应不同的身体部位 利用这些穴位 我们可以做到轻松减肥 瘦脸是拇指 大拇指上有多个 对减去面部脂肪有效的穴位 那用绳子或者是皮筋 在大拇指上缠几圈 刺激这些穴位能够有效的去除面部脂肪 瘦腰拇指和食指 将大拇指的第一节按在食指的第三节上 用皮筋套在两根手指上 松紧那一手腕内侧有膨胀感为一 那另一只手方法相同 这个方法每天坚持十分钟 三周后就可以瘦腰 瘦腰中指 在中指第三指节上将皮筋绕成 三四圈 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减去腰部坠肉 因为中指第三指节 有能减去腰部脂肪的穴位 那套上皮筋三四分钟后 然后拆下隔十分钟再套上 瘦脸 中指和无名指 把中指压在无名指上 然后在两根手指的第二关节处套上皮筋 那松紧以手指稍有向内膨胀的感觉为夷 另一只手按照相同的方法套皮筋 那这个方法能够刺激中指和无名指上的相应穴位 消除面部的脂肪 提臀 无名指和小指 那将无名指压在小指上 用皮筋套住两根手指 第三指节中部 两手相同 那这个方法能够提臀 塑造性感翘臀 因为无名指和小指 根部有与胯部相关的穴位 每天套十五分钟 能刺激穴位 向胯部向内向上收紧 起到提臀的功效 利用手指上的穴位减肥 不用特意花时间来做 可以利用我们看电视上网的时间 那这些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却有效 特别适合不爱运动的女性 可以说是动动手指就能够减肥的方法